有人想问有没有入场户篮 低一些短财的股份 Mison想问 Josen Raffi 本金一万元的话 想买股短炒 希望一个月有一成的回报 很难 有没有推介? 风险能力是属于中高的? 都可以的 其实你说一万元留下入场费股份当然有 但是是不是一定一个月里有一成呢? 这就比较难说 但是其实有些我自己也看得挺好的 譬如过往曾经说过 例如331那些 都是一万元留下的 因为都是一万元留下 还有譬如2138 当时也是一万元留下的 现在当然不行 所以变上我觉得是有选择的 但是如果你说这一刻来说 我觉得才要选一些比较便宜的入场费 其实也有的 但是是不是即时起动呢? 就难说 但是前几个月我自己看得挺好的 就是2130 就是交云物流 是2130就是新的推介 是 交云物流 因为本身它入场费一手 现在是七千多元 一千股一手 那你就要乘回七千多元 其实就符合它一万元留下的方向 而且在业务上说 我想看的地方就是 它虽然是做一些叫奢侈品 一些贵的红酒 贵的三护鞋物 那些物流 是由外国的有名品牌 运到内地去买 这是以往做的一个业务 但是看它 我想以往除了这个业务之外 更加是有海南概念 因为其实它在海南岛那边 其实也有免税的业务 而海南其实是来到内地 是主力发展一些地方 所以对它的业务推动性 我觉得是挺有大的憧憬 所以其实股价 虽然过去这几月 你看看就好像很横行 但其实它累積升幅很夸张 因为其实大半年前 它都是三多四元的 其实都是分一倍的了 所以我想现在要等下一转 就是譬如那些业绩 各样的因素 而印证着增速是快 我觉得是还有一个上升空间的 所以如果你说这些位置 你真的觉得要考虑入场费 我想这些股价可以考虑 但是我们要比较倾向 就是中线一点 就是你会不会一下子一个月一成 就比较难说些 但是短期来说 我认为那些阶段 都是在下面的7元边 上面就挨近8.9至9元左右的水平 做着上落才会比较好些 好吧